Hello,大家好,我是豐澤鋪團隊的K 近年不少香港人注重身體健康 通過健身、瑜伽、舞蹈等不同方式 來強身健體、鍛鍊體泡 不過講起健身減肥的好幫手 怎麼少得我們現在講的體脂磅和電脂磅 你知道嗎? 當下的電脂磅和體脂磅 已經不再局限於量度體重一項功能 現在還可以測體脂率、肌肉率 甚至可以分析你的身體年齡 當然,每款電脂磅和體脂磅各有長處 如果想知道哪一款磅更適合自己的話 一定要留意我們影片中的重點推介 開始之前,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風達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鈴鐺,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 首先跟大家講一講智能電脂磅和體脂磅的原理 由於身體各部份組成有不同程度的導電性 智能電脂磅和體脂磅就能夠透過生物電阻分析技術 輸出微弱的電流以計算電阻 測量用家各項的身體數據 量度出用家的體脂磅含量和其他成份數據 因此智能電脂磅及體脂磅和一般的體重計是有不同的 智能電脂磅及體脂磅不但能夠測量用家的體重 肌肉含量、身體脂磅含量 更能夠通過分析可以得出BMI、基礎代謝、肌肉質量、身體年齡等數據 用家可以配合品牌研發的智能手機程式 追蹤體重變化 全面掌握自己的身體數據 電脂磅及體脂磅的使用安全同樣值得關注 部份款式使用堅固的強化玻璃 防滑玻璃表面及底臟 又有一些款式是運用圓角設計 避免用家赤腳使用時受傷的可能 更有乾濕腳偏用款 在防水之餘 都能免除了用家洗澡後無法即時磅重的憂慮 適合重視電氣安全的用家 現在就和大家談談電子磅及體脂磅的常見問題 智能電子磅及體脂磅 可以為不同用家分別追蹤體重數據嗎 可以 智能電子磅及體脂磅能夠自動識別當前的用家 配對正確的歷史紀錄並作出適當的分析 智能電子磅及體脂磅的量度數據精準嗎 當然精準 為了確保電子磅及體脂磅的智能檢測 能夠收集更精準的數據 建議用家每日均在相近的時間使用 例如每日習慣於早上量度體重及各項數據 便盡量於該段時間進行量度 電子磅及體脂磅適合小朋友、孕婦及病人使用嗎 部份電子磅及體脂磅設有使用年齡限制 亦有部份電子磅及體脂磅可能不適合正在使用醫療器械及懷孕的用家使用 詳情請參與相關的產品訊息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有興趣看看我們精選推介的電子磅及體脂磅的話 可以到以下這個網址 如果你有任何電器難題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記得CLS我們 即是留言、Like及Share 想知道更多的話可以看封窄Smart GPS Playlist內的影片 我們下集見 拜拜